2020年是雙春兼釀月的結婚好年 可惜的是一個疫情令到很多新人都大失打算 看到這個情況 元朗區有一個熱心幫人的太太在網上開post 免費借出婚紗和結婚用品給街坊 有很多街坊都說 我租了那些結婚用品 還有那些酒店 不知道還能否辦成 很多人都說撤了訂 都算失了很多 我自己還有些結婚用品 或者有些婚紗禮服 不如借出來給街坊 不要浪費裙子 這一天一位準身娘就借了謝太太的東西過來這裡拿 這個給媽媽用 謝謝 還有這個 禮絲袋 多帶點禮絲 塞爆它 這個 好累 好累 可不可以去酒店慢慢看 一切順利 我覺得謝太太借給我們 第一好環保 第二幫到很多有需要的人 我是醫護 因為謝太太借給我 她說你是醫護 她是勿生勿命的幫我找東西借給我 我又不用煩到處去借 可以在這裡一處借了這麼多東西 我真的很感謝她 我自己經歷過 有一位街坊 就是一個婆婆 她那時候 跟我說她兒子結婚了 因為她兒子和媳婦都是智障人士 她們不懂得去搞婚禮 所以就要她去籌備 要找些東西 我聽到這樣 然後我就準備了一套婚紗 準備了一套敬酒妝給她 到她兒子結婚那天 我就親自去她的場地 跟她佈置和化妝 我覺得有時候 很多東西不是用錢來衡量 就是那種快樂和滿足感 就是知道自己真的幫到一個家庭 這種滿足感 真的用錢買不到 借太這個舉動 都吸引了不少街坊支持 有很多街坊都陸陸續續捐出了 不同的結婚物資 剛剛還有一個很熱心的街坊 她拿了媽媽生和一雙高跟鞋 就說給一些有需要的街坊 我看到很漂亮 不過就是有點重 如果她住屯門元朗 我都會親自去拿 借太更加把衣服 放滿了家裡的衣櫃和房間 免費借出的部分 會收取試身費 來幫母洗衣的錢 有需要的話 就會拿去會所給街坊試身 試穿完之後就會拿去洗衣店洗 不知道原來也很貴 就視乎材料 如果她是比較多豬片的大拖味 就會由800至1200不等 如果她可以手洗或水洗 一般乾衣店都會收300多元 洗衣服的費用都超過幾萬元 我那天將心比心 別人想試穿的當然要乾乾淨淨 漂亮一漂亮給別人 見到市道那麼差又很難找工 她又那麼喜歡婚紗 在街坊鼓勵之下 就嘗試開婚紗店做老闆娘 那一刻知道自己 好了 接下來不再做藥的時候 我都低潮了一段時間 但我很感恩 然後有很多街坊都很支持我 還有她們知道有些朋友 也是做這行的 然後提點我有什麼要注意 譬如群化那些 我不知道 我初以為用完拿去洗就可以 原來不可以濕水 那麽整條不行 那些 然後又教我怎樣打理衣服 然後這些掛衣架 都是她們送給我 還有一些很好 一知道有實體店 上來了 然後又放下了很多零食 然後又拿了消毒用品過來給我 開了婚紗店 借太也會買入最新的婚紗群垮 用600到2000元不等租借 如果客人不介意 又想租借由街坊捐出來的婚紗 借太就會把它變成易租 將所得到的錢買飯券給有需要的人 除此之外 在店裡有一半的婚紗 都可以免費借給有需要的人 我沒有忘記初心 只要有需要的街坊 她跟我說 我都可以免費免費給她 總之她們訂了那個時間 我不會理會她免費 還是她真的租 我覺得全部都是尊心比心 沒有理由 我這集是自由的 我隨便揚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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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揚 她的讀者 你好 我們有事請你們幫忙 因為蘋果日報的經營實在困難 請你們多多支持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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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